大家好啊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CZ P10C 正常的清洁拆解的应该怎么拆 你看完这个视频 所有的CZ P10的系列 你应该都会拆了 因为它不管是大的版本 还是小的版本 还是subcompact版本 不管它是什么样子 它的拆解方法是完完全全都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就是说看完之后举一反三 然后咱们说老样子 第一件事检查安全 那么这个枪也是一样 先卸掉弹夹 那么这个枪 咱说卸掉弹夹之前说 它这个枪的特点就是其中之一 就是完完全全的双向枪 什么叫完全的双向枪 就是左手和右手 你完全不需要所谓的切换 你直接可以不需要转换任何零件 就可以直接换成左手中的枪 那么它在弹夹释放 这个钮在左边有 好 它在右边 它也有 所以不管你是左手右手 这个枪买回来直接就可以用 你不用做任何改动的 好那么咱们把弹夹卸下来 然后检查强堂力有没有 强堂力检查了没有 好 那么 接下来这个拆的方法就非常非常和格奥克相似了 甚至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那么接下来要扣板机 那么咱先检查完安全 那么扣板机就是扣 然后向后拉一点点 然后把它打开 向前一推 它就拆开了 那么大家听到的这个噪音是我们家的狗 在我旁边走来走去 这个求抱抱 你可以先走开了 你可以先走开点 先走开点 然后接下来把摊黄向前推 向后拉 枪管也向前推 向后抬起来 拉就好了 走开 你可以去睡觉了 不要在这捣乱 好 完全拆开之后 就是这个样子了 那么 咱们顺便说一下 如果你所在的州 没有任何的 就是说比如说手枪列表限制 比如说什么可以买 什么不可以买的话 那么我强烈的建议你 不要花钱去再买格洛克了 因为那个枪 他们家真的是吃老本 这个就是从第一代到现在第五代了 没几乎说没有任何本质上 或者革命性的变动 都是在不停的 从 呃 沃尔巴的花纹变一变 呃 沃尔巴后面的贴片变一变 前面这个 叫做finger groove 就前面这一块 有没有这个凹槽 就卡手指的地方 这个版本有了 下一个版本没有了 然后他整个枪就是 从大变小 从小变大 从双排变单排 从单排变双排 就是同样的枪在折腾来折腾去 他就跟你说这是一把新枪 实际上没有任何的 技术上 或者是设计上的优化和变化 所以不要再去浪费钱买它了 实在是非常的赖 可以说 对于这种吃老本的公司 我非常的鄙视 然后咱们说 他既然说了 我刚才说格洛克 咱就说一下 他跟格洛克比起来 可以说他比格洛克卖的便宜啊 在万就是不在加州的话 他比格洛克卖的要便宜 那么咱说一下他到这哪好啊 然后咱先拿一把格洛克出来 这是老的 我得第三代啊 因为加州我们只能买到第三代 然后一样也是检查安全 好 也是没有 那么扣板机 这拆了的话 这两把枪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这两个 好 咱们把它拼看看 然后咱们看一下啊 他到这哪有优点 咱们说 首先 咱说最最最显而易见的 就是他的苗 他的苗 呃 格洛克的 这是我已经换过了啊 原装的是塑料的 那个破塑料非常软 磕一磕碰一碰就已经烂掉了 关键盘上入 你买回来格洛克之后 你第一件事可以说就是要换一套 一前一后的苗 你换一个夜光的 呃 穿气管的 那么成本大概在100块到100多 都可能看你买哪个牌子了 那么这就是你又要多花100多块 那么比如这把枪 大概650到750 对吧 这个加热范围 你其实枪就变成了850或者900了 因为你要多花一笔钱去买餐 好 那么CDP10 原厂必定是金属的 它一定是金属苗 我不管它是铝的也好 它是钢的也好 它是铁的也好 但是它是金属的 一定要好 结实很多 那么 它完胜一个了 好 那么人家而且还是夜光的 出厂自带夜光功能 就是穿气管的 持续发光大概十几年的那种 然后 这 顽虐 好 接下来 结实程度 好的 把它反过来 这有点脏 说打完了 还没来机擦呢 好 这个很明显的 就在这里 这个 这个厚度 它是去支撑这个弹簧的 和最后就是作为硬性 你停止这个slide向后冲的这么一个阻挡器 那么格洛克从第四代和第五代开始 他们经常听到report 就是他们哪里会坏 就是这会坏 他们打比如说plusp的那种子弹子 打的多的话 那么在这个位置 你可以仔细看 在这个位置会直接断掉 这是第三代 它已经算是比较粗壮了 那么第四代和第五代 这个位置可以说 看起来就非常非常非常的纤细 真的是 我都感觉是我拿小锤子 敲一下这个东西能断掉的 那么咱们再看一下p10的 这个看到没有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位置 非常的厚实 可以说厚的过分 不需要那么劲 他已经设计稿子那么结实 咱们直观的来说一下 卡尺电子的 我那个没有电了 咱们比一下 看这儿归零了 咱们说一下格洛克的 咱看下厚度不就知道了 看下厚度啊 这个大概是0.139 这是0.139英寸 0.139英寸 那么咱们再测一下CZ的这个 好 0.235 你们自己去算一下 你们自己算呀 这是厚了有多少 对吧 咱们直观一下 就放在一起 你们可以看得到 它肥厚了有多少 它太结实了 这个是不可能被撞断的 好 那么这个CZ继续优胜了 那么接下来优胜点是哪呢 板机 这CZ 它P10的这个板机 可以说在所有的 strikefire的这种手枪里 就急针激发的手枪里 应该可以说排到前三的 排在第一位的 应该是Walter的PPQ 我打过的 应该是它是最好 最轻的 然后咱们一会儿测一下板机 咱们现在开始装回去 这两把枪装 其实都一模一样了 这都是 因为大家都是 现在就是你抄我 我抄你 但是CZ的优点就是 我抄你 但是我把你优化了 我变得更好了 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 另一个 格洛克的这弹簧导杆 塑料的 CZ的 里面是钢的 钢塑料 我 我个人更 prefer是钢的 我觉得钢的更靠谱 可能我比较老古董吧 但是我对塑料的没什么好感 好 一枪管放进去了 然后这个弹簧放进去 CZ呢 跟格洛克西都一样 它有一个厚 一头厚 一头薄 或者就没有 那么这薄的 或者没有的 永远是朝向枪口那个方向 然后咱们把它插好 好 咱们测一下板机 这把格洛克 其实板机是我已经改过的 已经轻了很多了 原来你们买到普通的原厂的板机是不太可能有那么好的 好 拿gauge去测一下 三磅6.4 三磅 0.1就可以 咱们就四手五当三磅了 2.77 2磅7.7 2磅7.7 这个不算 因为没勾到板机上 我勾错地儿 勾在它上面 2磅6盎司 2磅13.9 所以稳基本来说可以说大概它也就是在三磅或者是三磅以内 那么咱测一下格洛克啊 这还是我改好了以后 要是原装的比这个成多了 5磅4.5 5磅2.0 5磅3.5 4磅15盎司 那其实就是5磅 好咱们基本可以说这个格洛克就是在5磅左右上下浮动 那么板机这咱就说这看一下数值你就知道了哪个板机更好 那必然是它更好 而且你们要知道一件事是在外州非不是在加州的话 它要比它卖的还要便宜不仅更好 而且更便宜我为什么不去买它而去买它 所以我现在完全搞不懂为什么有依然有很多这种脑残分 明白格洛克的脑残分 格洛克优点确实是有 在它出来的那个年代它确实是呃算是属于就是说领先创新 它确实很好 那么它现在的优势是什么 配件多 呃改装件多 你可以把它改成天花烂坠的什么样都可以 你找喜欢什么样都可以 那么如果作为一个就是说我只是买个枪上来硬个几页 或者说买个枪我是来看个家什么的 那我觉得说我花最少的钱 我买最好的枪 这才是一个正常的想法 我不想说我我什么都不懂 刚开始我买的这破枪 然后我我还花更多的钱 比如上来你要先换一钱以后的钱后面好 又花一笔钱 我改个板机我又要花一百至少一百多 我改个这又要花一百多 那你这个枪已经上千了 这个枪你外周大概四百多吧 四百七 一切搞定 拿回家直接可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好打的状态了 我为什么不买它 就是这个原因啊 所以呢 咱们就说这个东西就是大家该脑残 看着脑残 该你粉你爱粉什么粉什么 我只是说了我的意见 你看我也有哥勒克 我不是黑哥勒克 但是这个公司最近确实是非常让人失望 就是没有任何的新产品出来 就是换汤不换药 就是一直都是保持那个半死不活老样子 你没有任何新东西 对于我来说 我买了一把枪之后 我当然我不止一把多克啊 买了几把之后 我对他们家产品就没有任何的兴趣了 因为千篇一律都长那个样子 都是一个结构 而且手感都差不多 我买来没有新鲜感了 已经啊 所以大家这个事就自己考虑了啊 好 感谢大家收看 这回咱们就讲完了 咱们拆CZP1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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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